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这样啊 还有一些的就是进入更年期的这种朋友 也会 那个是他是生理上的一个 最典型的状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情绪波动特别的特别大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用几样食材进行了一个组合 给这些呢容易焦躁的朋友或者身体呢比较虚弱的朋友带来这样一道呢汤 这道汤呢叫滋补养颜汤 他们里面的原材料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滋补养颜汤需要准备的原料有乳割 红枣 甘银耳 甘百合 调料只有一味就是盐巴 看完原材料之后大家说哎的确够滋补也够养颜 首先从养颜的方面来讲 因为女孩子特别喜欢这个 导吃一些这个养颜的东西啊 就是食材 只要是能够美的 我觉得你们是乐此不疲 对 对不对 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这个吃的就包括炒制的或者是汤类的 我觉得我带来的基本上都是比较清淡一些的东西 对啊 因为我自己喜欢 然后又觉得身体没有负担 那同时又可以养颜 我觉得大家都喜欢 其实多吃一些含胶原蛋白丰富的东西啊 真的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变得紧实 而且呢 细纹减少 泡发完了以后呢 一定要多冲洗几遍 是 因为它上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杂质 你看现在泡发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很漂亮啊 大朵的 那你今天是需要大朵的还是需要小朵的 我需要小朵一点 到时候我们把它给撕小片就好了 行 那我们现在就边聊边撕吧 好 就直接 我特别喜欢用手 就是直接这样的去撕 不喜欢用刀去切它 撕出来 到底是撕出来以后 这个包括菜啊 很多人说白菜 手撕白菜也是 或说煮起来会特别好吃 是真的会特别好吃 还是人的那个心理作用 包括你这个萝卜也是一样吗 不是很多人就说 这个萝卜一定要用这个刀去撇它 撇它 然后呢把它里边的那个筋呢 给撇断了 这样子吃起来呢 可能更好的 我觉得 是口感方面吗 可能是有 我觉得心理因素的部分吧 对啊 我觉得好像 真正吃起来 我个人是没有发现有特别大的区别 但是呢 给大家讲 尽管我们现在撕了这样的这种朵 你们看到了没有 这个上面这个地啊 这种黄色的地 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给去除掉 这样的一小朵呢 就已经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全部都 呃 撕成朵之后呢 马上就可以开始来进行煲汤了 你今天这个汤是不需要炒制的吧 不需要炒制 这样更清淡 直接加水 对 直接加水 然后是冷水煮汤 还是这个温水煮汤 冷水就可以了 冷水啊 那行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水加进来 小米你来看一下 我来帮你加这个水啊 你来看一下需要多少的量 差不多了 这么多就够了 这边呢准备的乳鸽 这个乳鸽 你看肉质很紧实 然后呢瘦肉很多 在我们查资料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乳鸽啊 它里边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 然后呢位居所有肉类之怪 就蛋白质的这种含量 但是没有什么脂肪的 是 还有一个民间的说法叫什么来着 一哥顶酒鸡 对一哥胜酒鸡 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的 又特别的高 尤其你比如身体虚弱的 或者是这个女性朋友 贫血的 包括我们刚才讲 除了贫血之外 还有这个跟年期的朋友 都可以来吃一些这种乳鸽 当然乳鸽最好就是煲汤了 煲汤我也是觉得 煲汤非常好 是全部保留在那个汤里面 你在处理这个乳鸽的时候呢 就是在捞它的时候 里边是加了姜片还有料酒吗 我没有加料酒 只加了姜片 去一下它的这种心 然后如果面上有这种浮沫的话 我们放在冷水当中给它冲一下 就好了 那现在你的这个银耳也已经撕好了 我们把这个拿过来 拿到这边来 我们现在教大家如何包制一个 美味滋补的养盐汤 现在开火了 你首先要放什么 就是非常简单 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倒进去 除了盐 帮忙一下 也不用炒 也不用 这个汤过的乳鸽呢 它会比较干净 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百合 因为如果百合你泡时间很长的话 这个时候就不要放了 因为我们现在你看泡了一点的 它还是处于那种的半硬状态 因为我们毕竟这个汤是要包很久 百合是润肺的 润肺 秋天是特别好的 我在家里经常也会用百合 然后就是单独包一个这个类似 百合莲子汤 对 或者是西芹百合炒木耳 都可以 红枣 来丢几粒 红枣泡水你知道怎么泡吗 真的 我在家里泡水 然后就是放跟那个什么桂圆一块泡进去 就是热水去冲它 整颗吗 是整颗 你没有把它剪开吗 我没剪开 我跟你说一定要剪开 为什么呢 你要把它剪开 最好把它剪成就是小块的放里面 因为你没有剪开 剪开的话 红枣就不会那么的热 剪开的话 一个味道会出得来 而且不会那么热 我知道了 就是你看我泡时间特别长 然后那个红枣都不一定能够泡开 它跟煮汤不一样 对 所以如果把它剪开的话 它那个里边 肉里边的一些营养成分 它就很容易渗透在这个水当中 红枣茶 我觉得现在的人都很注重这个健康 就是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 希望都是对身体是好的 我们才吃它 因为现在已经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讲 在这个吃东西方面 也愿意花这个钱 那我说 我为什么不拿同样的钱 就是花在花的精一点 让自己吃得更健康 一说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又想做一个这个小提醒啊 你有没有发现 就比如说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呢 酒会比菜贵 所以你说这个酒喝进去对人体又没什么好处 又增加人体的负担 为什么要喝这个酒呢 为什么不可以呢 咱多吃掉有营养的 吃进去人能够让我们身体有益啊 偶尔的时候咱可以的小酌嘛 你要想更健康 咱可以喝点红酒啊 白葡萄啊这种的 你看软化血管又能够养颜美容 那我们这个这都是题外话 现在这个水呢已经煮开了 煮开了以后呢 中小火要煲多长时间 大火煮开以后 中小火 我个人是喜欢久一点 如果你单独这样煲的话 我会煲个可能两个小时左右 要那么久啊 我喜欢 因为我最后我只喝那个汤 那这个营养会煮得烂烂的吗 会煮得很烂 就我们就只喝那个汤就好 因为它其实已经该有的胶质什么也化在那里了 就按照你的这个方法吧 煲它一个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起锅之前 给它加入少量的盐 提个味道 然后我们这样的一道呢 滋补养颜汤就做好了 真的很简单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整道汤的制作过程 滋补养颜汤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乳割 红枣 甘银耳 甘百合 调料只有一味 就是盐巴 我们来看看滋补养颜汤究竟是怎样做的 锅里加水 倒入超过水的乳割 再加入泡发的百合 红枣 泡发的银耳 大火烧开 转中小火 继续煮至两个小时 最后加盐即可 银耳既有补皮开胃的功效 又有益气清肠 滋阴润肺 增强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银耳富含天然植物性胶质 外加其具有滋阴的作用 是可以长期服用的良好润肤食 其实我觉得这道汤挺简单的 但是有两个步骤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步骤就是乳割一定要汆烫过 把多余的杂质给去除掉之后 煮出来的汤才会更干净 那么第二个步骤就是你在包制的时间 一定要保持中小火 如果你开大火的话 很容易水就没有了 而且汤一定要一次性加够 如果你喜欢全部都烂一点的话 光喝汤的话就可以两个小时以上 但是如果你喜欢吃这个雪尔 那有嚼劲啊 包括这个割肉也有嚼劲的话 像这个男性朋友 我们煮个半个小时四十分钟 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 就像现在这样 加一点点的盐 或者加一点点的鸡粉 进行一个提味 反正你自己喜欢什么样都可以 另外刚才想比如说 他不会把这个当趁餐吃 那你会把它当什么 我可能把它当做一个点心啊 下午茶 或者宵夜 宵夜不吃 或者说真的有的时候想减肥 当然不是特别提倡大家 但是我会这么做 我就是可能就当一个晚餐吃 我觉得没关系啊 其实也够了 蛋白质够了 然后呢这个 而且也有肉 因为晚餐不建议大家吃很多 五六成就差不多了 就是只要 我觉得人体不需要吃东西 就是我们没有饥饿感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可以不用吃的 不用按照那种一日三餐 或者一日多餐那种方法 反正依照个人的这种体质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谢谢小米 也要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